听众姐妹平安 感谢主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很漂亮的场地 我们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 无论你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都可以一起在网路上 透过现代上帝所给我们这美好的科技 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 祂对我们亲自说的话 不只是读圣经 不是字句叫人死 乃是圣灵的大能让人活 好 再开始今天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亲爱的耶稣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 我们如此的有限 但是你却是无限的 那小小软弱没有能力的我 倚靠那个大有能力的上帝 我们就得胜有余 荣耀主名 我们把这些交在你的手中 就要向你献上感谢 就要特别祝福孩子 分别为胜孩子的口 保守孩子的心 我们去分享出从你而来 那个智慧的话语 谢谢你 让我们无论是在人前人后的 无论是征战的 看守兵器都同得赏赐 以及我们现在在我们观看现场的任何一个时间点的每一个一起同工的 我们都同得上帝说给我们的赏赐 谢谢耶稣祝福这里每一个人 奉为圣明祷告阿们 好的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安息 就是你知道吗 圣经上有提到所谓的我们要竭力进入神的安息 可是我相信你在很多的地方 没有听到人要你安息 很多人会叫你竭力多做主公 是的 上帝对我们那么好 我们当然要竭力多做主公 可是神的另外一块竭力要我们尽力全心全力要做的事情 是要全心全力的安息 有人会说那个安息就是你事情还是要做得很累很累 然后你心里还要安息 你知道那是一种很勉强的东西就是 简单说就是我都不让你吃饭 然后还要让你觉得你自己肚子饱 怎么可能呢 当然超自然介入可能 我们今天来讨论什么是真正的安息 所以我说的不重要 我说的如果不是声音上说的 就不要听我的 可是我说的如果是声音上说的 让我们好好听 好 请看第一页 好 希伯来书四章一到二节目一起来念 请 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好 感谢主 希伯来书四章一到二节 大家知道希伯来书的受文者是希伯来人 是犹太人 犹太的基督徒 所谓弥赛亚信徒 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 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读圣经要看 希伯来书的受文者 既然不是外邦人 所以外邦人 外邦的基督徒 所以外邦人不是好像现在基督徒说 没信耶稣叫外邦人 不是 圣经的定义 外邦人的意思就是 不是犹太人就是外邦人 所以如果你听得懂我现在讲的中文 百分之九十九 你是所谓的外邦信徒 你是非犹太的信徒 OK 所以我们不要 我们要小心取代神学 圣经上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 圣经上说的外邦人 就是不是犹太人 所以你我都是外邦的基督徒 OK 所以希伯来书并不是直接写给我们 我们受文者不是我们 而是希伯来人 但是我们人就可以在里面 学到很多的部分 OK 那如果你有兴趣更去了解这些部分的话 我们2.5分钟里面有提到 所谓我们你们他们等等的差别 因为读圣经我们要看圣经的前后文 要看平行经文 要透过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 佛音的核心 信仰的核心来看 然后还有就是 作者是谁 受文者是谁 时代背景是谁 OK 所以 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 然后 这边提到安息 请问一下 犹太人需要安息 我们外邦基督徒需不需要安息 当然也需要安息 只是我们不用守安息日 不用礼拜五太阳下山道 礼拜六太阳下山守安息日 好 所以我们就 你这部分就可以看 跟我们有关了 对 我们禁谋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 就当畏惧 免得我们中间会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 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这边甚至于提到 我们要想办法进入那个安息的应许里面 甚至是畏惧的 而且我们要有信心 我们要有信心 把那个所听见的道去调和 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 很多人只跟你讲片面的真理 他说你要竭力多做主公 可是你有没有你竭力多做主公 是的 但是相同的神也提到要竭力进入安息 你有竭力进入安息吗 有很多人希望你做很多事 所以他不要告诉你竭力进入安息 甚至于他告诉你的竭力进入安息是 就是你好像要很努力很努力 一直做做做做 好好的很早起来很晚睡 然后一直做 甚至于做到真的是不晓得怎么休息 然后你心里要安息 这就很像要求你完全都不能吃饭 还要你认为 要马儿跑 要马儿不吃草 不是这样的 神的安息是他的供应 我们今天还搞清楚安息是什么 我们再看下一页 希伯来书四章三节我们一起念 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 正如神所说 我在怒中其事说 他们端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 好这是希伯来书四章三节后 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 所以圣经上怎么说 我们是已经相信的人 你是不是相信的人 如果你在听我讲到你应该是相信的人 如果你不是 我邀请你去做一个决志 祷告邀请耶稣住在心里赦免你一切的罪 你就是那个相信的人 好 如果你是相信的人 你就可以进入那个安息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其实在创世以前 照物的工作神已经完成了 我们人一直很想要为神做什么 可是其实神就完成了那一切的工作 当然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与神同工 对 如果神要你干嘛你干嘛 如果神没有要你干嘛的话 你就安息懂吗 安息很多时候真的就是字面上的休息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祈宝一出四章四到六节请几年 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 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 又有一处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既有必尽安息的人 那先前听见福音的 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 好 OK你看 各位你有发现一件事 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 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 我想问你一件事 神既然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祂是全能的 而且祂不打断也不睡觉 请问为什么祂需要歇了他一切的功 神太累所以需要睡一觉吗 因为工作六天没睡 第七天睡一整天吗 不是 神不会累的 神是神耶 为什么神要歇了他一切的功 因为安息并不仅仅只是很累才要休息 安息是一种态度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如果你一直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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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让神来做呢 你知道吗 如果 比如说你有没有做过电伏梯 电伏梯现在在往上 往上对不对 然后你一直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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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帮神 可是你根本走错方向 你往下走 然后电伏梯往上 就一直很努力的走 电伏梯一直往上 你永远待在原地 甚至于你走得更快 你离目标越来越远 懂吗 所以你还不如安息下来 然后让电伏梯带你上去 你说没有我要更努力 我要走 我要跟上帝一起 可以啊 问题是很多时候神要你安息 你不要做让他带你 你在电梯里面你怎么跑得快 有什么用 你想要找地 你坐高铁从台北去高雄 你要快一点 你想要早点到 所以你在高铁车站车里面 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需要越快到 请问这样会更快到吗 不会 我保证你可能会被抓走 你根本不会到 懂吗 所以很多时候需要安息 我们再看下一页 希伯来书四章七到八节请一起念 所以过了多年 就在大卫的书上 又限定一日 如以上所隐的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 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 好 所以你看哦 希伯来书四章七到八节 很清楚的这边说 在大卫书上又限定一日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 就不可硬着心 所以简单说 这边在说 约书亚虽然带他们到了应许之地 可是他们并没有到真正的安息 他说后来神 如果他们已经到了真正的安息 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 问题是有别的日子 真正的安息还没到 对你看这些就在跟犹太人讲 可是透过犹太的历史 我们基督徒 我们外邦的基督徒 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就是我们要进入 真正的安息 我们再看下一页 好 希伯来书四章九到十一节 请一请念 这样看来 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 为神的子民存留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 乃是歇了自己的功 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好 这是希伯来书四章九到十一节 这样看来 必令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 为神的子民存留 所以 绝书才来说 他是安息日的主 他才是真正的那个安息 因为那进入安息乃是歇了自己的功 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 所以他强调一件事 不是你很累才需要安息 事实上你需要有纪律的安息 我们在我去一个教会上课 有一个人在举手问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说 你教会这么大 你怎么有时间去休假 你怎么有时间去陪你的家人去享受你们的人生 然后那个牧师回答是 就是因为教会这么大 我才要有纪律的自我要求的安息度假 陪我太太 陪我的女儿儿子去好好地享受人生 因为你要竭力 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那样子跌倒 所以这边提到什么 如果你不竭力进入那个安息 你会学那个不信从的人都会跌倒 你知道吗 不信从的人很多人不信耶稣 所以他唯一能够使自己有安全感 能够保护自己的就是 努力努力再努力 人家八点上班 你就七点上班 人家七点上班你就六点上班 人家七点下班你就八点下班 人家八点下班你就九点下班 然后中午也不休息 一直拼一直拼一直拼 你又不是神 你怎么有办法这样 你身体又不是铁打的 所以你知道吗 这边提到我们要务必竭力进入那个安息 免得很像那个不信主的人一样 不信从的人一样跌倒 而且那安息是什么 这边提你看前后文嘛 那个安息就是歇了自己的功 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 所以很多说不是你觉得很累才休息 是你做到 那是一个纪律 比如你一天规定好自己工作的时间是多少 然后再来是休闲 所谓休闲不一定是睡觉 而是陪你的老婆 陪你的家人 你要进去那个真正的安息 神希望你安息 而且我们预告一下 等一下会讲的东西 你知道吗 圣经上还提到放轻松就会得医治 有这个经文吗 等一下会告诉你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 不是停止一切工作 是在工作中安息 所以你知道有一些时候 就是所谓歇了工 你好好的休息 可是确实很多时候你必须工作 可是你可以有另外一个等级的事 你在工作里面都可以安息 你知道吗 比如说我今天在录这个讲道 我也可以一个一个字 逐字稿都打好 然后一个一个字照着念 感觉这样好像绝对不会讲错 对不对 可是我告诉你 我安息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打 我光打字就必须要打几天 我还一个字一个字念 那你干脆找一个声音 比较美的人来念 对不对 干嘛要我来念 你知道我在工作中安息是 老实说我等一下要讲什么 我现在也不知道 下一张PPT出来 我才知道我要讲什么 因为我知道这是上帝要做的 那时候他会感动我 这是一种安息 我在我的工作里面安息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牧师为什么你同一篇PPT都不一样 同样的东西讲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因为那不是我在讲 那是上帝在讲 我只是与他同工 这是我工作中的安息 我就不用每天打那么多PPT 打那么多字 因为我打字很慢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亚当有没有工作呢 请问 在亚当犯罪以前 亚当有没有工作呢 当然有啊 上帝不是找亚当跟夏娃 两个人就是在那边当废财 可是他们也不是 只是为了工作而存在的 因为工作其实是一种 上帝要给人的享受 听到每一个心里觉得真的假的 工作是一种享受 你会享受过你的工作呢 我相信很多人没有 你晓得为什么 因为 你知道我现在讲 我完全没有想过 就是现场的感动 因为亚当犯罪之后 所以人受了诅咒 你要努力的工作才能糊口 所以就算你已经是信耶稣得救了 其实末后的亚当耶稣 已经为你完成了那一切的事 可是撒旦还是要想办法让你 把你拉在以前那个 前一个亚当犯错的那个部分 所以你可能你领你得救 可是你的心还是有一种 要努力工作才能糊口的想法 而你越想越相信 信是要救必得到 结果变成你要努力工作才能糊口 我真的看过有一些人 你真的觉得真的是凭什么 我有碰过那个弟兄真的是 他就是很单纯爱主 然后他老婆每次很担心 所以家里没钱了 然后跟老婆说没事啊 我觉得神要我们现在安息 我们出国 我现在强调请不要随便这样 是神真的有带领 我就想说真的假的 这样对还不对 结果那个每次神都有超自然的供应 再强调一次 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 让圣灵清楚的带领你 而且他老婆也是跟他同心才会这样 而不是你拉着你老婆 然后边生气这样子 不是的 让圣灵带领你 我只是要告诉你 真正的安息 真的是神亲自养活你 但是他叫你干嘛你就干嘛 你还是要做好你的工作 因为圣经上也提到了 如果有人不工作就不可吃饭 因为在使徒行转的时候 他们你知道吗 凡物共用 当你把你所有财产变卖捐给教会之后 有人就是进去耗尸懒做什么都不做 一直吃一直吃 你一定会想贬他的 所以保罗那时候也提到 使徒们那时候也提到 就是 如果有人不工作就不可吃饭 你懂吗 那当然有他的部分 所以我只是告诉你 其实你可以有一个安息的态度 每一个人上帝对你安息的一个代理 也都不一样 而且有些人其实真的很享受他的工作 其实我很享受跟大家分享神的活 OK好 感谢主我们继续往下看 亚当的工作是什么 当然有 他工作很简单 他不用栽种跟施肥 所有树都长好了 你看 然后你看日月星辰他需要弄吗 不用 树木都长好了 果子都长好了 他才出来开始吃 对不对 树都长好了 而且把动物在他面前 不是他要去一直一直一直找 他不用跑跑跑跑 跑得比猎豹还快才拦住他说 你叫猎豹 不用 也不会大象在跑 然后把他挡住 然后跟大象说 你叫大象 没有这回事 然后跳到海里面去 然后找到白金跟他讲 你的名字叫白金 你名字叫蓝金 不是这样的 神把动物带到他面前 当人在安息的时候 神就动工 神赐给人生命 所以人类可以享受神所造的一切 那亚当有没有工作 还是有 可是你不觉得工作蛮爽的吗 他有一个工作 就是管理看守伊甸园 然后为所有的动物取名字 你不觉得蛮开心吗 来一堆动物 然后你爱叫他什么 你就叫他什么名字 你不觉得很棒 可是这是他的工作 你说这是享受工作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你觉得你的工作 你觉得很像只是在虎口而已 要汗流满面才能虎口 那其实你求神帮助 很多时候是你的心态 很多时候是你所相信 很多时候是 也许你在错误的地方 也许你的心里面 并没有真正在安息里面 那你要来学习什么叫安息 我们继续往下看 唯一要尽力的就是 竭力进入神的安息 当然我们有竭力多做主公 竭力保守圣灵所自合 唯一的心 可是今天我们提到 你要尽力就是竭力进入神的安息 很多时候 我们很多人在竭力盖更大的房子 竭力的想要让自己更健康 竭力想要减肥 竭力想要赚钱 竭力想要提防别人 竭力不要被裁员 可是你只要竭力进入神的安息 你知道吗 很多人觉得 比如说 你明天要去提报一个 重要的工作的报告 PPT或者是一个简报 然后你在睡觉前就 觉书请你帮助我 祝福我明天的工作很好 求你让我不要紧张 你帮助我 也帮助我不要紧张 然后你就想不要紧张什么事 你就更多的去想 你就更紧张 其实你要做的事情是 觉书我明天有一个这个报告 这个报告 无论报的好或不好 你都是掌王权的神 这个报告 无论做的好或不好 你都还是爱我 无论这个就算 因为这个案子没有拿到 因为就算这个东西没做好 你人就是我的主 这才叫真的安息 懂吗 因为你知道你是谁 最更重要的是你知道他是谁 你当然可以求神帮助你 把你的工作报告什么 做得很好 但是即便你没做好 神人就掌权 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安息 节力进入上帝的安息 要知道他是谁 而他爱你 我们再看下一页 马可福音四章26到27节 我们一起来念 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 黑夜睡觉白日起来 这种就发芽见长 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 好 这是马可福音四章26到27节 是绝书亲自讲的 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 黑夜睡觉白日起来 那种 这种就发芽见长 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 什么意思呢 你有没有听过我们的成语叫 样苗助长 对不对 有一个人种了某个植物 然后有点苗 长出来 他想我要帮他长 他就一帮他拉 帮他拉 结果所有的苗都哭死了 而你看圣经这正面的表述 那个人把种撒在地上之后 他就不管了 他就去睡觉了 然后早上起来就发芽 那个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 为什么 因为栽种浇灌的是人 也许很多时候 也许是属灵的教官 也许是真的你这种东西 可是 使他生长的是耶和华 你做好你的 然后交托给他 甚至于是你做之前 就光寻求神让你怎么做 你按照你心里面的平安去做 然后剩下交给他 让他来为你成就 这就是安息 你看我们就从圣经里面来看安息 而不是我告诉你什么是安息 对不对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诗篇23篇1到2节请验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好 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一件事 这是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会背的 诗篇23篇第一节跟第二节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然后后面写什么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你会发现整个上帝供应的过程是什么 整个圣经里面上帝供应的过程 我们基督徒都会背的诗篇23篇是什么 上帝是我的牧者 我不至缺乏 怎样可以不至缺乏 就是你让神帮助你 你躺卧在草地上 你躺卧在青草地上 然后你躺在可以安歇的水边 你知道青草地跟水对羊而言是什么 对我而言就是使我躺卧在牛排地上 跟可安歇的很棒的各种饮料 你懂意思吗 养者吃青草对不对 所以青草地他躺在青草地 他对我而言就是躺在一堆很棒的牛排跟龙虾中间 然后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就领我在各种很棒的饮料之间 然后这叫做安息 然后神就使你我必不至缺乏 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你要让自己努力休息 竭力多做主公很容易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也是告诉你 你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努力再努力 问题是你能不能够安息让神来做 其实这是一个更困难的题目你知道吗 因为你去做一些事 你心里会有一种 我要努力做 然后就觉得你做了好像做了些什么 好像比较有价值 可是你什么都不做还能够有 你担心被人家笑 而且觉得神真的不介意吗 请问一下 你家里那个小婴孩 小婴儿 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 然后醒来就是喝奶哭换尿布 然后吃又睡睡了又吃吃又睡睡了又吃吃吃吃 睡睡睡 啦啦啦啦啦 然后呢 你有觉得这小孩很怠惰吗 你觉得这小孩很该死吧 没有啊 这小孩很可爱 他在睡觉的时候 你看着他觉得他好可爱好宝贝 对不对 像帝是这样看你 你的属灵生命 是的 你确实慢慢的在你的灵里面 你开始去成长 你不是所谓的属灵的婴孩了 当你是吃灵奶的时候 你还不熟 不惜练仁义的道理 不晓你是被神称义的 你不晓得神的公义 神已经很公义的称义为义 因为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在这里面 你好好安息 而开始你是灵良 你开始长大 你真的知道你被称义的身份 是的 你有些工作要做 但是那个属灵里面的工作要做 仍旧是在工作中安息 我们刚才提到的 让神来引导你 而且在你的恩赐 跟你的喜乐里面一起服侍 所以我们教会也是这样 弟兄姐妹 我鼓励你出来服侍神 但是不是因为你不做神会怎么样 而是你为了要回应上帝爱而做这件事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还没有好好安息 没关系 那就不要做 我们教会是这样 我们光儿童 儿童主日学 现在变成儿童教会这件事 你知道我们到现在 儿童教会 儿童主日学才成立不到一年 可是我六年前就在讲 我们有这个需求 那个小朋友现在已经是青年了 你知道吗 他还不是好好的长大 他还不是健健康康的 所以你看我等到有人才做 所以其实真的可以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是很需要 所以我们找人来填这个位置 不是 我们应该是有谁有这个呼召 我们来做这件事 如果神真的要做这件事 他就会供应对的人 跟对的事跟对的资源 我相信很多人不是这样 可是老实说 安静一点这样才对 OK我们去从下看 创世纪二章二十节一起来念 那人便给一切深处和空中飞鸟 野地走兽都起了名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好 再来我们又回到亚当的故事 创世纪二章二十节 那人就亚当 亚当你看他刚才 我刚才是不是说 他不用游到海里去跟鲸鱼说 你叫鲸鱼 在水里怎么讲话 或者是他也不用飞到天上去跟鸟说 你叫老鹰 对不对 或者是他也不用 到处去追各种动物跟他讲他的名 只是神把所有的动物在他面前 把一切的深处空中飞鸟 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所以亚当起完名 那个配偶还是没有出现 对不对 这个时候亚当就到处去找 到处去找 到底有哪一个 所有的动物都双双对对了 你看那个公牛跟母牛 你看那个男猴子跟女猴子 其实也是公猴子跟母猴子 对不对 或者是那个各种不同都一双双对对 你看只限鸳鸯 不限仙的鸳鸯 我的配偶在哪里 这个时候就很努力的寻找 结果他怎么找都找不到 是这样吗 不是的 我们继续往下看 21跟22节请起念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 他就睡了 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 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 造成一个女人 领他到那人跟前 各位有没有发现 如果亚当到处去寻找 他跑遍整个伊甸园 给你跑1000次 怎么找 他绝对不会找他的配偶 为什么 因为他要安息下来 他要耶和华使他沉睡 他就睡了 耶和华使他沉睡 他也可以不要睡 对不对 可是他可以说 上帝我有这个意思 我不要睡 上帝如何 我相信上帝不会强迫他 可是我相信 亚当选择 亚当沉睡 而且亚当也愿意睡 亚当其实也可以不要 他如果跟神求 我相信他跟神说 上帝我不要睡 上帝也不会强迫他 可是亚当也愿意 而神也愿意 你看神使亚当沉睡 亚当也沉睡 对不对 于是就可以取下一条肋骨 把肉合起来 在他 然后为他创造一个女人 领他到面前 他的配偶就这样出现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结婚 你还在寻求 寻找你的配偶 很多时候不是你努力去寻找 而是 你先好好跟神在一起 上帝要你干嘛 你干嘛 神没有你干嘛 的时候你就是歇着工 好好的安息 所谓的安息是 你可以去做你喜欢做的事 没错 姐妹们 你可以在合理的状况下 看你的韩剧买你的东西 弟兄们你也可以在合理的状况下 看你的球类 球类的比赛或是各样 但你在 你不要沉迷或是造成经历上什么东西 你可以去享受你的生活 然后你会发现在那个里面 你安息之后 你安息之后神开始把你的那位配偶带到你的面前 有很多人很努力的想要 其实你不用努力让神来带领你 但是当然 你也是要把自己弄得OK 你如果每天都把自己弄得蓬头垢面的 脏脏的 你想象 想象一下你是另外异性 你想跟你自己相处吗 如果你把自己弄得很丑很脏很乱 然后你认为人家用属于你的眼光 看进你你的灵性吗 你是有多少灵性 如果你灵性很好 你应该不会长这样吧 因为上帝事实上是从里面到外面释放出他的荣光 当我们里面有神的平静跟安稳跟喜乐 你不用去弄什么花枝招展 或者是弄得很怎么样 可是你里面会有一个上帝的的荣美 而那个荣美会自然的显到外面 简单说 你不会想要去穿一些不合一的衣服 或者是把自己弄得很丑 因为为了荣耀上帝 懂吗 所以你懂 弟兄姐妹 我不是说你要把自己弄得很怎么样 但是你也不要把自己弄得好像 很属灵的那种 那种 属灵怪人 所以我们要有智慧 好 今天有点差题 弟兄姐妹 我希望你可以有好的婚姻 祝福你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双诱记十五章八到九节 我们看另外一个安息的日子 亚伯兰请念 亚伯兰说 主耶和华 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 他说 你为我娶一只三年的母牛 一只三年的母山羊 一只三年的公棉羊 一只班纠 一只橱鸽 好 这是创世纪十五章八到九节 你看 亚伯兰 其实你知道我们不用跟大家耍属灵 说 上帝 你心里想 上帝我怎么知道你应许我会成就 亚伯兰就直接跟神说 主啊 我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得到这一切 所以你可以跟神说 让神来跟你回应 然后呢 与神同工 所以 神就 亚伯兰跟神说 我怎么知道 然后神就说好吧 那你为我娶一只三年的母牛 一只三年的母山羊 一只三年的公棉羊 一只班纠 一只橱鸽 总共五只嘛 对不对 一只两只 三只四只 五只对不对 一只母牛 一只母山羊 一只公棉羊 一只班纠 跟一只橱鸽 所以有些时候 神要你跟他一起同工 我不是说你从此要安息安息 每天就会摊在家里 吃吃喝喝的混日子 没有 你要与神同工 但是他做完这些事之后 你看后来发生什么事 我们看下页 十五章十节 我们一起念 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 每样劈开分成两半 一半对着一半的摆裂 只有鸟没有劈开 好 弟兄姐妹 如果亚伯兰把这东西放完 就是说 上帝交给你我走了 也不行啊 你看亚伯兰还要完成 他需要做的部分 他取了这些来 每样劈开分成两半 一半对着一半的摆裂 只有鸟没有劈开 所以这是献祭的一个过程 他需要去完成这一切的 神吩咐他做的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 神会吩咐你做一些事 你自己心里也知道 按照你心里的平安跟喜乐 让耶稣基督的平安 在你心里做主 你做你该做的事情 然后 神会告诉你该做什么 神会感动你该做什么 然后你做你该做的事 然后让神来做 属于他的那一块 但是同时 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 都在神的安息跟平安里面 OK我们看下一页 创世纪十五章十二节跟十七节一起念 《日头震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 《突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 《日落天黑》 《不料有冒烟的炉》 《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 好这是创世纪十五章十二节 我们先看十二节 《日头震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 你看亚伯兰做了那么多事情 他做了哪些事 他比如说 他刚才去准备各种动物 他要把动物披了 不是很简单的事 对不对 可是你认为他是很累 所以睡着了吗 不是的 是神让他沉沉的睡了 为什么 为什么神让他沉沉的睡呢 突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 为什么神让他沉沉的睡了呢 那是因为 现在其实亚伯拉罕 现在还叫亚伯兰 亚伯兰要跟耶华神立约 神跟人要立神人之约 可是题目来了 神跟人立约 神绝对不会犯错 神不打顿也不睡觉 人怎么有办法跟神立约 因为光是不要讲罪的问题 光是你人类在睡觉的时候 需要守约 你人怎么守约 不可能 所以再加上人还有罪性 还有软弱 所以神人不可能可以立平等的约 可是神又想要跟人立约 这时候怎么办 还好下面出现 日落天黑不要有 冒烟的炉跟烧着的火把头 从那些肉块中经过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查经 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去查 可以去看我们的2.5分钟 我们有做过查经 而且是真正的好好的查 按照希伯来原文的查经 冒烟的炉跟烧着火把头 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 以人的身份跟神天父一起立这个约 所以冒烟的炉跟烧着火把头 其中一个是天父 一个是耶稣 所以百分之百的神跟百分之百的人的耶稣 跟百分之百的神天父 一起从肉块中经过立了这个约 你知道吗 如果亚伯拉罕 他刚才去准备动物 他皮眼那些动物 他觉得他做很多事 他绝对不可休息 他要继续拼 他硬撑着 结果最后他来跟神立约 那就完了 因为约就是 你要知道 中东的时候约 在以前的古代 这个约是做得好 就得到一切的祝福 做不好就是 你像这些动物一样被劈开 解留成河 你懂吗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亚伯拉罕自己努力 亚伯拉罕自己努力 那他就不会有这个约了 因为他无法完成这个约 这约已经废弃 还好是完全的神跟完全的人 绝耶稣基督来立好这个约 所以冒烟炉跟烧着火把头 一起立好这个约 从那些肉块中经过 所以我跟你讲 如果亚伯拉罕不好好安息 亚伯拉罕不好好安息 这一切就不会成就 感谢主 还好他选择安息 神也让他安息 所以你知道安息何等 我们再往下看 诗篇127篇1到2节一起念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你们清晨早起 夜晚安歇 吃老路得来的饭 本事枉然 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 必叫他安然睡觉 这边提到 吃老路得来的饭不是应该的吗 努力做工 努力赚钱 努力糊口 然后唯有耶和华所亲爱 必叫安然睡觉 大家这边也提到了 如果你发现你睡不着很多的事情是 你并不晓得你是神所爱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好好睡 这边提到 和本番吃老路得来的饭 其实在西伯瓦原文是担忧 吃担忧的饭 所以你看你们清早起来 夜晚安息 可是你却很担忧的想 你未来你明天会不会 还有钱赚 你明天还会不会有健康的身体 这些都是枉然 而神所爱的 他就会让你安然睡 他会让你安息 可是和本没发生出来 所以我们请往下看 好 诗篇127篇2节的 AMP版本 请我们解决一念 好 大家看到黄色的字 anxious 这个字就是担忧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他去吃那个担忧的饼 对不对 这是AMP版本 我们再看下一页 好 这是ESV版本 好 我们请再念 好 你看ESV版本 也是写 对不对 The bread of anxious 就是担忧的饼 担忧的饭 对不对 你知道中文 中文都用饭 可是它其实是饼 因为 在 犹太地没有人 就是白饭不是主食 饭不是主食 是我们华人 所以是饼 OK 好 我们多念几个英文版本 我们先念出 好 你先看下一页 好 LEB版本请念 It is in vain for you who rise early and sit late eating the bread of anxious toil when thus he provides for his beloved in his sleep OK 所以你看 是不是LEB版本也一样 还是吃忧虑的饼 担忧的饼 对不对 我们再看下一页 好 这个是 NRSE版本 我们再念最后一个 It is in vain that you rise up early and go late to rest eating the bread of anxious toil for he gives sleep to his beloved 好 所以当然 你有没有看到 都是吃担忧的饼 吃担忧的饭 只是我们和尔本 没有翻出来 而你是神所爱的 祂自然会使你安然睡觉 你不要担心了 担心没什么好处 担心是负面的心情 撒旦很想要你担心 祂想要让你担心 然后让那个担心成为 负面信心的好成就这一切 当你的家人 今天好像比较晚回家 你就会很担心说 他是不是路上出了什么事情 他是不是遇到坏人 他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 你很奇怪 为什么人都要不断的担心 你所爱的人比较晚回家 为什么不是搞不好 他在路上中了乐道 他再搬现金搬不回来 对不对 还是或者是 我们鼠邻一点 搞不好他在路上遇到了 他的朋友 然后他朋友带他回家 全家人都信主的 他现在正忙着 帮人家受洗 还没有办法回家 可能是好事 可是为什么 大家却要担心 因为撒旦要把担忧 丢到你的心里 然后让你吃这个担忧饼 担忧的饭 然后让你信是得到 救必得着 最后就真的不好的事发生 所以信心要拿来 做正面的事 不要去做负面的信心 好我们继续看一下 好 关心跟担心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你的家人 你要关心他 但是你不要担心他 所以如果你所爱的家人 没有回到家 打手机也不通 那么你能够做的事情 不要开始去你的第四度空间 不要想象 他是不是出了车祸 他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好事 你要做的事情是 在神面前 如果你会方言祷告 你有这个恩赐 你可以用方言祷告 你就是方言 然后跟神说 然后跟神为他祷告 如果他真的什么事情 那这个方言祷告一定能够帮助他 如果真的不行 如果你也不要要祷告什么 物行祷告 绝书我把我所爱的谁是谁 交在你的手中 你必保守他 你是他脚前灯 路上的光 你是他的山寨 你是他的盾牌 你是他的避难所 就为他祷告祝福 而不用担心 让你的信心用在正确的地方 我们再看下一页 好 再来GYC17章8节请念 那时亚玛利人来 在利菲定和以色列人征战 好 大家知道吗 上帝去记这些名字 所谓亚玛利人 利菲定 以色列人征战 其实都是有意义的 你知道吗 亚玛利是什么意思 利菲定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下一页 利菲定就是安息之地的意思 Resting places 然后亚玛利的亚玛 就是辛劳患难 劳苦的意思 所以你知道吗 为什么亚玛利人 在利菲定跟以色列人征战 是因为这些辛劳患难劳苦 亚玛利人 就是仇敌想要把辛劳患难劳苦 加在我们的安息 他看到我们安息 他想要让我们患难劳苦辛劳 你懂吗 所以你真的要知道 竭力进入神的安息 不要去像那些不信从 不信神的人 要竭力进入神的安息 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而你需要去学习的部分 我们再看下一页 好 所以神怎么回应 初爱及其十七章十四节请念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 从天下全然涂抹了 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 又念给约书亚听 好 弟兄姐妹 初爱及其十七章十四节 所以你看神要把亚玛利的名号 从天下全然涂抹 他要把辛劳劳苦 自己的努力去拼的那个东西 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 这就是上帝要做的事情 他要你在安息里与他同工 在安息里歇了那一切的工 经历什么都是他所做成 或是他与你一起同工所做成 好 我们看下一页 好 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事 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争战 神世世代代与那个辛劳劳苦 跟奋心努力 就是你的劳苦来争战 他不要你再劳苦了 在新约里 透过耶稣基督你已经称义了 在基督里你是神的义 你既然是神的义 你就不用劳苦才能够糊口 所以神世世代代与那个亚玛利人争战 我们再看下一页 好 再来要提到的就是 放轻松得医治 事实上神的心意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就很像你希望你的孩子 都是要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天父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可是很多人并没有健健康康平平安的 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担忧 然后错误的性情 还有就是 即便其实你已经有一个得救的身份 你有真的安息的身份 可是你却好像还是觉得要努力工作 才是神所喜悦 如果那个努力是 不是从神来的卓越 而是人的肉体的努力 那不是神要的 你看 神不喜欢什么 神不喜欢 马德利大人的腿快 对不对 好 OK 放轻松得医治 可是人最喜欢马力气很大 马力 马力就是多少男人追求的 马力 如果你英文名字叫马力 我不是在说你 不要想太多 好 中文名字叫马力的一样 好 OK 放轻松得医治 你想为什么放轻松可以得医治吗 事情上真的有这样说 我们看下一页 好 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九名起念 又说 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 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留心听我的诫命 守我一切的律力 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你身上 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你知道这边提到 神的名字耶和华拉法 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事实上 可以应该翻成 我耶和华就是你的医治 就是耶和华拉法 神终于在这个地方 很清楚显出他的名字 耶和华拉法 那我们来看拉法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下一页 好 这是英文的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 叫NOG版本情练 He said If you will listen carefully to Yahweh your Elohim I will never make you suffer any of the diseases I made the Egyptians suffer Because I am Yahweh Raphica 好 你知道这是耶和华拉法的英文版本 我们看下面 好 而这就是西伯来文的拉法 Rash Rash Pay Alef Rash Pay Alef 拉法 就是医治跟痊愈的意思 好 那你知道西伯来文 它很特别 它每一个字 每一个字都 每一个字都可以代表数字 比如说Alef 是第一个字母 它就是E 所以你写E 真的可以写Alef 这样子 OK好 OK 那所以 每一个字都它的意思 而且那不是我自己写的 你自己去查 真的 网路上都有很多资源 我不是自己讲开心 是网路上 你去问其他的 就算不是基督徒的犹太人 他们是不是这样看 好 所以我们直接看下一页 好 第一个字 Rash Rash 是200的意思 而且也是头的意思 对不对 Rash 头 好 再来 下一页 嘿 是 嘴巴的意思 或讲出来的意思 它是80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 Alef 是什么 首先的 第一的 还有 阿都乃 至高的主 我的主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刚才提到 什么叫医治 怎样会医治 用你的头 去思想 至高的主 他是首先的 用你的头 去思想 至高的主 他是首先的 然后呢 第二个是嘴 对不对 用你的嘴巴 去说出 神是首先的 是至高的 是你的主 那 这就是你的医治来源 懂吗 这就是你的医治来源 用你的嘴巴 说出上帝的荣耀大能 他已经称你为义 他的美好 用你的头去思想 他所为你做好这一切 这就是你医治的来源 用你的嘴巴宣告 因着耶稣的边伤 我已经得到医治 因为耶稣的刑罚 我已经得到平安 用你的头去思想 因着耶稣的边伤 我老早就得医治 因为耶稣的刑罚 我老早就得到平安 这就是你医治的来源 你看西伯瓦文是很厉害 我们去看下一页 再来放轻松 安息这个字 Raj Phe Raj Phe 对不对 是放松 放松 前面是Rafa 这是Rafa 是放松的意思 你知道吗 你看 头 嘴巴 用你的头去思想 He是恩典 用你的头去思想 上帝的恩典 用你的嘴巴说出 上帝的恩典 你就会放松 你就会放轻松 懂吗 所以你放轻松 你放轻松 用你的嘴巴去宣告 神为你做成的那一切事 用你的嘴巴去宣告 神是至高首要掌权的 用你的思想去相信 去知道 口里承认心理 相信 你有没有发现 口里承认 头心里相信上帝的恩典 你就放松 用你的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上帝是首要独一的 至高的主 那你就得医治 所以放轻松得医治 这就是圣经上 这就是希伯来文 我刚才讲的每个东西 都有他清楚的证据 我讲的如果不是圣经 你就不要相信我 如果讲的是圣经 请留心听 我们再看下一页 好 再来是真言十四章三十节 我们一起念 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 嫉妒是骨中的朽烂 心中平静可使身体健康 但嫉妒能使骨头朽烂 好 你看我们河河本 我们没有写的 通常是用河河河本 通常我们不写出来 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 你念过去一点感觉没有 这到底在讲什么 还好我们有其他中文版本 你看我们中文心意本翻得多好 心中平静可使身体健康 所以你看 因为一个安息的心 你放轻松 你放轻松 你心里面安息 你身体就健康 对不对 不要去嫉妒嫉妒 会使骨头朽烂 对不对 河河本 翻得真的你看不懂 没关系 我鼓励丁佣姐妹 你去读 你看看懂的版本 中文版本现在有七八种 请找你读得懂的版本 要使身体健康 我们再看下一页 真言十四章三十节 NIV版本 我们请念 A heart at peace gives life to the body but envy rots the bones 好你看哦 这边你看英文是不是 也是 平静的 平安的心 给你 生命 对不对 使你身体得到生命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翻得超级好 我们看下一页 好这是TLV版本 请一起念 放松的态度 给你生命 放松的态度 所以你要常常很relax 懂吗 轻松一点 轻松一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教会要很轻松 我们常常要我们弟兄姐妹 好好的休息 好好的安息 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没有要你跪在地上 我要你找个沙发 轻松一点 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 只要你不睡着 我一点都不在意 你下面坐得怎么样 你只要能够好好领受神的话 我们不在乎 那个外表的疑问归条 我们要的是心里面 去领受上帝的爱跟能力 弟兄姐妹 就是这个样子 你要深深的知道 弟兄姐妹 上帝何等的爱你 他对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放轻松 你可以得意志 好好的安息 是的 我们还是要 极力多做主公 可是在那之前 亚当 他安息了 找到他的老婆 亚伯拉罕安息了 所以他的约 能够成立 多少个人安息了 他看见上帝的大能 你是不是要好好地安息 很多时候安息就是 竭力进去 是纪律的进去的 不只是竭力的努力工作 也要竭力的安息 所以你要排出来 你的休闲 你该休假 好好带着你的家人 去享受人生 去休假 很多时候该睡觉 好好去睡觉 很多时候该努力工作 就去做你该做的努力 我们还是 还是很喜欢 弟兄姐妹 竭力 但是竭力是 在神的同工里面的竭力 竭力的卓越 竭力的休息 竭力的休假 有一点享受人生 你喜欢做 你喜欢做的事 就去做那个该做的事 好好的工作 好好的休息 然后不要在休息的时候 有任何罪恶感 该好好怎么样 就怎么样 因为神要你 竭力进入他的安息 不用担心 当你安息的时候 神做工 就很像是 再强调一次 很像坐那个 手扶梯 你常常都 逆着方向跑 如果你安息 还可以早一点到 就很像你坐高铁 你在里面跑得再快 也不会影响你到高雄的时间 但是你在里面跑太快 你可能还会被警察抓走 所以你可能到不了目的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 是安息 让神来为你做工 让我为你做一个 简单的祝福祷告 亲爱的耶稣 祝福我们这里 每个弟兄姐妹 真正的知道 神也要我们 竭力进入安息 是的 我们也要竭力 保守圣神所赐 而为之心 我们竭力多做主攻 可是在神的引导里面 与他同工的 做他的工作 与他同工的 与别人 那个同心合一的合一 但是我们也竭力的 与神一起安息 祝福我们这里 每位弟兄姐妹 真正的安息 平静下来 当不行的时候 我们就是交给神 我们就是交给神 知道神在最后掌权 奉耶稣祷告 阿们 好 再来想邀请你 跟我做一个祷告 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 赦免你一切的罪 给你一个全新的盼望 可以让过去的一切失败 跟一切的痛苦都过去 让耶稣给你一个 全新的生命 预备好了吗 等一下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哦 如果可以 你可以把眼睛闭上 让你说出来的话 宣告出来 让你的心里完全相信 来看见上帝的荣耀 要开始了哦 好 那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哦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邀请你 住到我的心里 住到我的心里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的过去 我的过去 都交在你的手中 都交在你的手中 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 那美好的未来 很美好的未来 也在你的手中 也在你的手中 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圣灵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来引导我的一生 来引导我的一生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相信你为我死 我相信你为我死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又为我复活 又为我复活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我所有一切的罪 我所有一切的罪 定罪 定罪 诅咒 疾病 疾病 死亡 死亡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回到你的家 我回到你的家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大有盼望 我大有盼望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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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